有些资金当然会回流这些股份 因为始终国策 现在说的是新能源 或者是碳中和 所以你看看光复股 甚至乎你看看这几天炒得比较热炒的 就是一些电力股 电力股炒什么呢? 其实也是炒新能源概念 因为他们开始 发电方面来说 是多了一些新能源的比重 所以我想大家都炒着这些东西 我认为市况始终比较弱一些 大家对科网股的戒心比较大 资金又想找资金 就找回国策股 如果你是真正硬的 我自己觉得可能看回 比如说968 信义 始终来说这些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安全系数 或者稳定性会大一些 可以考虑一下这些 当然现在 迫近之前的顶级的位置 八月份的高位 又不是真的差太远的 有货就先持住 至于追不追 我想策略 你要么破了八月的顶级才去追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可能让它回回一点 去到大约16元左右 所以两个策略 破顶级的你可以考虑去追货 破不了8月的顶级的 大概16元左右才考虑 刚刚有个网友叫月亮雪 他也是想问968 他说早晨Patrick 968 他就17元有货 上网多少号 有没有建议给他呢? 我想暂时先拿着它 正如正话 我们看图也看得到 明显现在 在股价上 这几天也算是做回来的 我想短期少少 你就可能看回刚才提 大约你预算 18元到19元这些位附近 就能做短期的目标位 去到那些位的时间 你就可以考虑 走一走一转 这样去做部署 下面就以大约16元的位置 失手的时间 考虑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